这水面那么高 小朋友站在讲台上 用流利的中文说故事 加拿大北多伦多人文学校 一年一度静思雨比赛登场 这次发挥空间很广 自己生活体验 只要和静思雨有关 都能拿来分享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 对父母感恩的孩子最有福 我记得我九岁的时候 妈妈生病了 她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 妈妈需要帮助 所以我不是对妈妈 你需要喝水吗 我生病的时候 妈妈和爸爸 也在无畏不治地照顾我 所以是我该报答他们的时候了 用生活自己的历史 来告诉大家 这些静思雨的意义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对于不常说中文的孩子来说 光是参赛本身就是极大挑战 小朋友站在这个讲台上 能勇敢地面对 那么多的观众 那么多的家长和学生 其实就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从惧怕到面对 把静思雨融入生活 不要小看自己 人生有无限可能 带新闻真善美志工 黄慧英 梁延康 真月群 加拿大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